不講就不講她是匡騙保全投資因而害保全上吊的女騙徒張鳳貴 高院二審一詐欺取材罪判她 另一重力等罪判借給保全高利貸的業者顏國鋒 穿美美和跑車合照張鳳貴從2017年起貼出各種炫富照 聲稱有投資方法能一年內帶你住地保 三個月讓你戶頭多存20萬 她還慫恿一名理性保全將父親留下的房子抵押 向閻國鋒借高利貸把借到了250萬給她投資 她卻將錢拿去吃喝玩樂和里南血本無歸 被每月18萬利息押垮上吊巡短 有罪被害人付錢嗎 張鳳貴一審被依詐欺取材罪判刑一年 閻國鋒則被依重力偽造文書等罪判刑7月 高院二審期間張女向法官請求緩刑 她願意和解想趕快賺錢還被害人 閻南則說案發後一把房屋交還里南家人並完成過戶 鬧出人命後態度大改變希望真的是有記取教訓 以後別再害人